表彰来访的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尚侯贝皮特 总统蔡英文颁赠大授清云勋章 感谢他常年对台法文化的交流贡献 除了强调台湾有国际舞台存在的权利 他们也钦佩台湾模式 开创了华人文化的开放典范 而欧洲对台湾议题的重视 也显示在媒体上 从美食文化再到地缘政治 台湾能见度逐渐提升 国际媒体也渐渐认知到没有所谓统一 今晚欧洲外交政策不会一细间改变 但如何避免台海战争逐渐在欧洲形成共识 台海议题攸关全球局势 加强彼此合作关系 已成了国际共同语言 三菱新闻黄泉报导 进行第一次 进行第一次 3 大声 erst似的